任何一種運動做完必須要伸展喔 不然你隔天真的會痠痛很久喔 第一個 把你的手拉過來 拉進來多一點點 這是伸展到你的肩膀的部分 背挺直 胸口打開 很好 停留在這裡8到10秒鐘喔 好 接下來手肘彎起來 放你的手 往後拉 頭抬起來 抬頭挺胸 手稍微的往後 這時候伸展哪裡呢 伸展我們的掰掰秀這一塊 挺胸 很好 一樣的是8到10秒鐘 在這裡停留一下下 好 不要忘記喔 我們要做另外一邊 手拉起來 一樣的停在這邊 記得身體不要歪歪的 仁挺直 好 慢慢的讓你的手肘彎起來 握住你的手肘 往後拉 好 一樣的挺胸 把你的右腳往前踩一步 左腳往後踩一步 做什麼呢 弓箭步 好 不要忘記你的後腳腳跟 不一定要踩下去 但是一定要拉長多一點點 千萬不要這樣子彈正喔 因為很容易受傷 好 停在這裡 一樣的 8到10秒喔 好 把你的後腳往前一點點 臀部往後多一點點 這是伸展到你的大腿後側 把你的腳跟勾起來 多一點點的伸展 8到10秒喔 好 回來中間 再一次吸氣 我們準備換邊 好 一樣的手 放在你的大腿上 身體挺直喔 不要駝背 挺胸 來 後腳往前一點點 臀部往後座喔 記得腳跟勾起來 好 停在這裡一樣 8到10秒喔 千萬不要駝背喔 背頂直 OK 慢慢放下來 再一次吸氣 好 吐氣 最後一次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拳擊有氧的伸展喔 首先我們做到 上半身的伸展 雙手打開 食指交扣到後方 吐氣的時候呢 我們將手臂微微的往後 我們做到手臂 以及胸大肌的伸展 停留一次呼吸 吐氣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把胸口往上多一些 好 慢慢回到中間 食指交扣 吐氣的時候呢 將你的肚子內收 背拱起來 做到我們背部的伸展 一樣我們停留一次呼吸 慢慢吐氣 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的是 下半身的伸展 將你的重心移動到左腳 右手抓住你的右腳 記得大腿要內收 肚子稍微收一下 感覺像我們大腿前側的伸展 停留一次呼吸 慢慢吐氣 好 接著我們將你的右腳 往後來到弓箭部 脊椎跟你的頸部保持在一個延長線上 伸展我們的腿部 同樣我們停留一次呼吸 慢慢吐氣 好 接下來將你的重心來到你的右腳 左手抓住你的左腳 記得大腿內收 伏伏收緊 大腿前側的延伸 一樣我們停留一次呼吸 慢慢吐氣 接著將你的左腳往後 然後我們來到弓箭部 腳跟下壓 脊椎往斜前方延伸 停留一次呼吸 慢慢吐氣 好 回到中間 謝謝大家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cool down